第四十三章 耶稣使拉撒路復生 有个人叫做拉撒路 他和玛利亚、玛大两姊妹 住在白大尼 耶稣爱拉撒路和他两个姊妹 他们也爱耶稣 拉撒路病得很严重 救主在这个时候在另一个城市 玛利亚和玛大请人去告诉救主听 拉撒路病了 救主要帮门徒和他一起去帮拉撒路 门徒不敢去白大尼 因为那里很近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有些人想杀死耶稣 耶稣和门徒说拉撒路死了 耶稣说他要拉撒路復活 这个奇迹会令门徒知道他就是救主 耶稣于是去到白大尼 他去到的时候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玛大告诉耶稣 如果他早来几天 拉撒路就不会死 耶稣说拉撒路会復活 耶稣问玛大伤不相信他 玛大说他相信 他知道耶稣是救主 玛大离开耶稣去找他的妹妹玛利亚 玛利亚也去找耶稣 很多人跟着玛利亚 玛利亚跪下 在救主脚前哭 跟着他去的人也都在那里哭 耶稣问拉撒路的肉体在哪 耶稣去到埋葬拉撒路的山洞 山洞面前有一块大石 他叫那些人将石头搬走 耶稣抬头望着天 感谢天父聆听他的祷告 然后耶稣大声呼叫 要拉撒路在山洞里面出来 拉撒路走了出来 很多见到这个奇迹的人 现在都相信耶稣是救主了